好 上一段講到了 新加坡總理李顯榮 他是訪問了北京 而這次來到了北京訪問 大家講了前四號人物 通通見到了 包括誰 習近平 國務院總理李強 以及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 還有的是全國的政協主席王滬寧 同時也完成了自貿升級談判 而這次在跟習近平會見的時候 他也特別強調 兩國之間要把關係升值為 全方位高質量的前瞻性夥伴關係 而且受到了非常隆重的儀式歡迎 帶你來看看這個畫面 他當時人到了北京 好 可是包括了外交上頭 他們有這個比較 我剛剛講的前四號人物都見著了 受到了隆重的歡迎之外 同時他跟李強之間也共同見證 簽了六項諒解備忘錄 然後李強就說 李顯榮是我們中國人民很熟悉的老朋友 那李顯榮當然他同一時間 他其實是要告訴北京當局 說你看我們的關係很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有非常多的投資 他提到了哪裡 提到了蘇州天津還有重慶 他說這三個項目 我們現在都發展得非常的好 然後也講說他們現在希望能夠再加深合作 同時比較值得一提的是跟王滬寧的會面 好 原因是因為他還拿出了這張三十年前的照片 這個就是王滬寧 他講說那個時候你還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書 我還是副總理 開始畫當年 而這一整個過程 當然就是要提升雙方的情誼 因為他其實想要表達的是 在身為東協國家的龍頭 大家是希望各大陸發展更正常關係 聽聽他的談話 身為東協龍頭 其實他會幫忙旁邊的這一些國家來做事 保持良好關係 大家都會很樂意跟大陸合作的 這其實是他時隔四年之後再一次的出訪北京 而專家分析兩個訊號 一個就是什麼我們剛剛講的 加強跟大陸之間的一個聯繫還有關係 第二個就是他一直在講的 其實雙方的尊重 然後維護各自的利益這件事情 才能夠面對多變的國際形勢 來堅持區域合作 其實從前面包括他介紹了 新加坡在大陸投資的項目合作的項目 這連續九年 在中國跟新加坡之間 都是最大的貿易合作夥伴 同一時間他們說了 新加坡其實也是新增投資來源國 是最大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們說雙邊的貿易已經來到了千億美元 他們認為這還可以更好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是亞洲東協的部分 除此之外還有哪裡 還有就是歐洲 我們說歐洲在4月5號的時候 馬克宏 還有馮德萊恩就即將要到北京這邊來訪問 還有還有哪裡 還有桑切斯 其實先前是先去了博喔 那他之前才剛見完習近平 後面4月中 德國也要來了 你說不對啊 那之前他們自己的總理不是已經去了嗎 沒有這一次來的是新外長 這個外長貝爾伯克 他即將在4月中旬訪華 所以大家就開始在講為什麼歐洲國家 訪華名單越來越長 有一個說法是說 他們都認為可能北京可以幫助俄乌戰來做協調 同時法國的總統府消息人士就講了 說他們覺得中方現在還有意願 好像也可以在俄乌戰這邊力挽狂瀾 Politico則是直接講了 歐洲基本上除了俄乌之外 還有的就是經貿上 他們已經知道了不能失去中國 除此之外 還有誰 還有是日本的外相林芳正 他其實現在也是在大陸這邊來做訪問 跟秦剛這裡來做對談 昨天其實大陸已經先釋出一個橄欖枝了 就是中日的防務部門 他們的海空聯絡機制可以有一個直通電話 那現在他希望能夠跟王毅還有李強再見到面 那當然啦 毛寧外交部這邊曾經講過說大陸的領導人會會見林芳正 到底這樣子的一個談話能不能讓中日關係 我們都知道嘛日本最近其實又再一次的把一些半導體的設備啊等等禁止輸入到中國 能不能在這邊有個緩和這其實是大家都想看的 與此同時當我們看到了 怎麼通通都是中企來施工他們貸款給的或者是他們正在修的 甚至呢路過的這個體育場6萬人體育場也是中方蓋的 你就在車上一路看怎麼都是中國的建設或者是相關的一個看板 讓美國人是不是更意識到問題在哪裡 其實也不用現在才意識到啦 因為你知道從2021年中非的雙邊貿易額已經突破了2500億美元 這個數額早就已經是美國跟非洲貿易額的4倍了 那美國當然他們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他們現在開始希望能夠修正 所以今年呢 賀錦麗已經是今年現在才4月嘛對不對 已經是今年他們非洲高層 美國高層官員去非洲訪問的第18位 沒有聽錯第18位你就可以知道美國人我們剛剛講的在南泰這邊 或者是在印度洋這裡在印度洋旁邊非洲這裡 他們開始意識到不行喔 不能這樣子變成一個真空狀態讓中國趁虛而入 來請教介大使怎麼樣來看 我們先從亞洲這裡開始好了 李顯龍現在來到了中共一次就見到了前4號人物 其實李顯龍事實上他可以說一直繼承他爸爸 維持跟中國大陸關係他一直很成功的維持中國大陸對新加坡的重視跟支持 與其說是李顯龍帶去了支持給大陸 不如說他再一次獲得中國大陸對他的支持的一種展現 知道新加坡這個國家他第一個非常小 從國防安全上來講他是極脆弱的 所以他必須要用這個強權之間的這種平衡 來找到自己最安全的位置 所以新加坡是不容易這個需要有他的領導人要有很這個豐富的國際知識 對國際政治的認識 而且要有極有經驗的這個外交手腕 才能讓新加坡在外交安全上獲得一個比較舒服的位置 所以一般會認為說新加坡這個國防有什麼問題 新加坡事實上的話他面對印尼 他面對泰國 他面對馬來西亞 這都是東協他們這個所謂東協裡面的盟友 可是在安全上他對這些國家他都感覺上是盲刺在背 所以他很容易就被這些國家如果說他的這個平衡沒有處理好 他的安全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所以他自從建國以來他們就非常注重國際現實 從李光耀看史他是一個極端現實主義者 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他第一個跟美國關係一直維持得很好 美國在東協裡面最大的軍事空軍跟海軍機器 還是在新加坡 新加坡是讓美軍可以在海空方面 都有很大的自由活動空間的 可是他也知道在東協這塊土地上 他目前所謂的國際政治裡面 這個權力的消長非常的快 大陸是一個快速成長的權力 遲早有一天要取代美國在東協區 這個現有的地位 美國現在的東協區除了逐漸 示威的經濟的影響力外 他的軍事影響力也可以看得出來 是慢慢會示威的 而美國事實上為了自己的安全 也在很快速幫他的軍事影響力 各種經濟往第二島鏈撤退 那麼福祉第一島鏈裡面這些國家將來獨自面對 中國大陸的新的政軍情勢 美國因為保持上自己權所以要往第二線退 所以新加坡在很早開始就非常重視跟中國大陸關係 可是這幾年動作比較大 這一次你看李顯龍抓到了習近平第三任的機會 算領龐大代表團 跟中國大陸要進行全面性的深化關係 可是在2022年去年的時候 6月9號 那麼新加坡再度深化跟中國大陸軍事合作關係 這個項目是有關軍事院校的 以及這個軍事智庫的交流 可是在2019年的時候 新加坡就提升了 他跟中國大陸的房務交流 有合作安全協定 這些都可以看出來 新加坡對於這個區域內 甚至全球性的 這個所謂的權力之間大大大 大國權力的消長 是非常的敏銳走在前面的 所以整個態勢 他是在迎接一個中國 尤其在東南亞區域的一個 主導性地位的 一個逐漸的顯現 所以小國基本上只有現實的選擇 你要加意識形態的話 就是走死胡同 自決墳墓 這個很值得蔡英文他們 好好的參考一下 是 來 金教育老師 我接著講 台灣為什麼不能夠學新加坡 雖然新加坡在1965年 被迫從馬來西亞聯邦中獨立出來 但是他們走的路線 我是嚴正的請我們的總統 以及外交部看一看 李小龍最近幾次講話 他曾經針對於新加坡必須在 美中關係之間做選擇的時候 表達明確的立場 就是說一個小的環境當中 一個比較弱的環境當中 他要發揮他的智慧 而不是把所有的雞蛋 放在一個必定摔破的籃子裡頭 這樣子的話遲早都要摔破的 這個新加坡這個國家非常特殊 去過幾次我有強烈的經驗 首先第一點的話 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 他的優勢簡單來講 新加坡人不一定認同 就是說他長的樣子 跟他使用的語言 居然是兩種最吃香的語言 新加坡人長的樣子跟我們一樣 所以基本上你看李顯龍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他們強調自己是華人什麼的 但是新加坡其實他們 對於中華傳統的教育不怎麼樣 甚至於他們出現很多華人 都不學華語 南馬學馬來語 這個也有發生 另外的話 這個新加坡人的普遍的英語教育 基本上是非常好 以前李光耀就非常得意的講 就是說我讓我們的Kids 英語講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次的周壽之 裡面表現出來的風範 大家羨慕得不得了 所以說我們就會發覺說 新加坡充分發揮 它一個城市國家應該擁有的優勢 美國人為什麼喜歡把他們的基地 或者甚至他們的情報社會中心 放在新加坡 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社會安定 穩定 生活水準又高 又有發展前途 各方面的話 就是一個整個東南亞地區的 主要的地方 你去玩可以 到新加坡以外的東南亞國家去玩 但是你實際上發展的未來的話 還是要在新加坡 不過在這邊的話要強調一下 新加坡並不特殊 歐洲的國家也是這個樣子 其實大家原來都會認為說 歐洲國家 基本上不得不聽美國的話 所以說好像美國說要做什麼 做什麼 美國叫他罵什麼 他就罵什麼 這個外交部長 德國外交部長 叫做貝爾伯克 罵得很兇的 結果自己來了 這個他們自己心裡都很明白 就是說這個經濟上的顧慮 就絕對不能跟中國脫鉤 因為經濟上要的只有一條 就是市場 尤其是對於像歐洲這種 生產力豐富的國家 包含法國 德國 英國都一樣 那麼另外的話 就是說其他還有一點的話 中國本身的話 也需要能夠反制美國 對他的惡意 就是說中國現在已經非常明白 美國對於中國的打壓制裁 各方面是惡意的 也不是歷史因素 也不是文化因素 也不是什麼其他的這種 什麼什麼傳統 甚至跟霸權都沒有關係 但是實際上就是要遏制 壓抑中國的發展 讓中國重新回到 張亂窮的地步 那就高興了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來想盡一些辦法 但是歐洲在這種問題 在這個計畫當中 能夠扮演的角色非常少 最後我要談一下那個賀錦麗 賀錦麗可以說是 有一半那個非洲協同 結果她 對了 我馬上就結束 都不願意再講了 就是因為賀錦麗表現的 實在太差了 不值得評論 來 畢哥 其實我覺得像剛剛教授 來不及講賀錦麗之後 我覺得美國短期內 對 今年派出18個官員到非洲去 看起來很重視 但是有什麼用 其實不會有用 為什麼 你人多沒有用 你來180個也沒用 你帶了什麼東西來 重點是你 這些非洲國家希望什麼 你要協助我基建 你要協助我經濟發展 你要給我這些機會 然後你要給我資金 資金技術什麼全部都給 美國就帶兩串交去 然後一去還指指點點 要求別人這樣那樣 請問一下你去的再多次 有什麼用 你去的多次人家 反而越來越反感而已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覺得 美國如果真的想要在非洲 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地位的話 你們要徹底痛改前非 把過去西方國家 對待非洲的方式全部改掉 西方國家在非洲的經營 其實遠比中國大陸久 幾百年前就開始 當時全部都是他們的殖民地 但是為什麼西方的勢力 現在在非洲大幅衰退 因為你們根本從來 不善待非洲人 你們每一次去那邊 就是要壓榨當地的老力 只想在當地獲得利益 從來也不想再幫當地建設 也不想協助他們發展 然後故意調查他們 非洲他們民族跟 這些派系之間的內鬥矛盾 好讓你們從中得利 過去西方跟美國 我一直都是這樣對待非洲 所以現在非洲人 才對西方人這麼反感 中國大陸去非洲經營了幾十年 但是中國大陸就是 我不接觸你的政治 那我當然也要獲利 可是我獲利的同時 我也讓你們也會獲利 我也協助你們經濟的成長 所以他現在在非洲 有今天的地位 他的貿易有額會成長到這麼高 那是人家的態度跟策略的問題 那你美國的態度跟策略不改 請問一下有什麼用 那同樣的新加坡也是一樣 我覺得 新加坡這個國家這麼小 它是一個完全沒有戰略眾生的國家 你知道新加坡的戰略是什麼嗎 他跟美國買武器 有一大部分是存在夏威夷的 因為他國家沒有戰略眾生 一旦被攻擊可能就直接掛掉 所以他為什麼武器要存在夏威夷 就是萬一國家被人家滅了 美國會協助他復國 他有一部分資源是存放在美國的 他們的戰略是這樣打的 所以第一個新加坡當然努力建設自己 讓自己在全世界非常重要 也就是在經濟上你們不可以少了我 這就是我生存的目標 然後再來他盡量不要得罪周邊的國家 因為他沒有戰略眾生 我幹嘛要宿敵 我一旦宿敵我可能跟人家一打 我就完蛋了 所以這是新加坡的策略 可是我們同樣也是個島國 為什麼我們的策略剛好跟人家相反 每天在到處宿敵 然後把自己的護國神山全部送走 這不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嗎 因為蔡英文有說 他說備戰才能夠避戰 這個就是思考上面不一樣 戰略上面不一樣 但是要哪一個對人民才是比較好的 這可能是人民真正想問的 我們先進廣告